是发生在1935年4月21日 6点02分发生的新竹台中大地震 镇央发生在苗栗关刀山 深度只有5公里 震度7点一级 摇晃的时间长达5分钟 从新竹到台中 3279人罹难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佐隆写真馆 就像是非但不会分党派 地震也不会分政权 位于断层带上的台湾 从古至今 大家只能同岛一命 台湾史上最早有的文献记载的地震 是发生在1624年 荷兰开始统治台湾的那一年 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 新旧东印度制当中所留下来的记载 到了台湾的亲自时期 虽然台湾的地方官会上纸地震报告 但是因为都是靠体感来测定 同时通常只记载短短的一行 类似工作日志的性质 但是在大清统治的212年间 至少也往朝廷报告了100多起的地震 台湾土地上第一次出现气象遗弃 是在1874年的牡丹舍事件 由日军的野战医院官兵 执行气象观测 那日军走了 气象观测又没了 然后在1885年间 由英国代办的税官 在安平打狗淡水租界里面 负责最基本的天后观测 那么大明帝国不想要 大清帝国没认真在管的台湾 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现代化的地震测量仪器呢 在1896年 台湾进入日本时代的第二年三月 日本颁布了台湾总督府策后所官制 接着16名日本的气象学者专家来到台湾 开始策后所筹建工作 其中也包括了被称为 台湾气象奠基者的靖藤九次郎在内 他在台湾任职气象工作长达28年 同时也引进了葛雷米尔恩地震仪 这次台湾的地震观测 开始进入仪器测定的科学化新时代的开始 比起把台湾割让掉的中国 他们在1912年才由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颁布中央观测台组织法 在气象观测的体制化上面 台湾要比中华民国足足早了16年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日本时代的几个重大地震 首先是发生在1906年3月17日 清晨6点43分的嘉义地方大地震 这是台湾史上有仪器测量数据的 第三大惨重伤亡地震 震央是发生在嘉义的达尿 深度只有6公里 震度7.1级 北从台中南到台南 在这个范围之内台湾西部地区都是受灾区 在主震的6分钟前 先发生过一次前震 在主震之后 再发生69次渔震 不仅地表裂开 甚至从裂缝当中喷出大量的泥沙 仿佛是哥吉拉从海面破水而出的景象 这一次地震造成了1258人疑难 2385人受伤 房屋全毁6769间 半毁了有3633间 地震发生之后 虽然在嘉义医院成立了4个紧急救护站 但是地震的范围广阔 因此在大陵、明雄、新港、眉山 逐期设置了临时病院 同时由总督府下令医师、看护妇 从台中、台南赶到现场救治 随后台北病院的医疗人员 还有各地的公医也全速出动前往灾区 但是还是暴露出了 当时台湾现代医疗化人员严重不足的状况 关于公医这件事情 各位不妨参考一下 之前节目当中的医师与医生那一集哦 另外来自台湾各地的警察、军队 也迅速赶到灾区 协助挖掘断源残壁之下的死伤者 而临时征召的土木、建筑人员 也在灾区紧急搭建灾民的栖身所 然后经由各地的派出所将死伤者 房屋毁损者的慰问金 直接发放到民众的手里 这样的地震不仅震撼了日本国内 连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都委托 驻日代理公使威尔森向天皇表达慰问 另外在一个月之后 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时 明治天皇也同样向美国表达慰问之意 文明国家本来就应该相互救助、相互关怀 经历了这场地震之后 由于嘉义房屋严重受损 总督府投入了当年与第二年的预备金 借机推行市区改正 并且严格地去执行建筑相关的法规 人算不如天算 立法院各位大委员 麻烦不要再随便砍第二预备金 在灾后民间发起的捐款活动当中 台湾士绅踊参与 光是乌贤荣一个个人 他就捐出了2000元 同时由于女性比男性 伤亡比例高出三成 显然这是因为妇女残足 造成喀麻烦的结果 于是意外的促成了台湾民间 废除残足的共识 坚韧来自于危机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921大地震造成了2415人罹难 但是它是台湾历史上 第二名死伤最惨重的地震 台湾史上史上最惨重的地震 是发生在1935年4月21日 6点02分发生的新竹台中大地震 正央发生在苗栗关刀山 深度只有5公里 震度7点一级 摇晃的时间长达5分钟 从新竹到台中 3279人罹难 11976人受伤 房屋全毁的有17927间 半毁的有11446间 新竹州的竹东竹南苗栗大湖等郡 以及台中州的东市枫园大甲等郡 都是重灾区 而内浦神钢清水这些街庄 则是几乎都被移为平地 其中平日热心公益 关怀乡名的内浦庄长张龛 跟他担任助役副庄长的弟弟张花 两家人里面有22人瞬间在这栋房子里面离难 当台湾民主运动先驱 杨造家赶到现场探望的时候 只能拍下冰冷的遗体 这个大灾难发生后 由于累积了过去的经验 新竹台中两州幸存的警察 消防青年团 接装壮丁团 在乡军人会的退伍军人 还有其他各州的上述人员 都接到动员令赶往灾区现场 此外 医师、工医、看护妇 则是进入灾区 开设紧急医疗救护站 成立紧急的避难所 由于灾难造成短时间的电信中断 因此战时性的飞鸽传书就派上用场了 就在大家忙着从瓦砾堆中 抢救幸存者的时候 鹤枪实弹的台湾军官兵跟宪兵出现了 台湾军的主要任务是加入救灾 而宪兵的工作则是维持灾区的治安 防止萧小趁火打劫 事实上灾区也的确出现要求的盗匪 这在台中周夏清水街这张唱片当中就有提到 由于医疗人员不足 除了台湾军的军医设置医疗所来治疗伤患之外 连帝国海军的军医以及救护班也出动加入医疗体系的行列 救人这件事在当时真的是十万火机 不分台湾本岛人日本本土人不分身份阶级 大家全心投入希望能够多救一个算一个 杨兆佳先生他们也全家出动救灾 连家中的女舰也加入了行列 但是等到影像中戴着口罩忍受湿臭的警察 开始挖掘罹难者尸体的时候 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台湾本岛人会停下手来 把挖掘罹难者遗体的工作交给警察 或者是日本本土籍的青年团团员去处理 即使有少数的台湾本岛人加入 旁边的人也会冷言冷语的跟他说 那是你们家的人 这种状况在之前的灾难当中 也是一直重复不断的发生 我在不解之余请教了友台蔡一竹博士 他回答我 很简单啊 因为台湾人走让死不敢我这样刷掉啊 2011年日本发生惨重的311东日本大震灾 那个时候台湾并没有派出军机 或者是军舰到日本海域去骚扰别人 或者是忙着借由网络留言幸灾乐祸 反而是抱着同理心 全台总动员捐出超过200亿日元 作为灾后重建的善款 一年之后 日本政府还特地拍了一支报平安的影片 来感谢台湾的帮忙 回顾1935年 新竹台中大地震发生后 日本各大报纸纷纷发出号外报道 日本本土赤石自社的医师与看护妇 在接受到征召之后 立刻整理医疗器材 跨海前来 昭和天皇也派出了入江乡镇侍从关 带着给罹难者 受难者跟家属的慰问金 前往各地灾区现场慰问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本土各大都市的街头 民众自主性的发动捐款 大声疾呼救助台湾的口号跟标语 这一切都被杨造家先生的镜头所记录下来 在这张位于东京日比谷的影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木款女士的背带上写着 救助台湾同胞 同胞不是基于共同的语言 用嘴巴说说而已 而应该是像这样基于良善的同理心 才是真正的同胞吧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了 台湾历史上的重大地震 如果您喜欢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左龙写真馆 但是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那就请您参考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当中的商店连结 选购我亲笔签名的著作 跟我推荐的文化商品 这是警线YT观众您独享的哦 也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以一杯手摇印的费用加入频道会员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待会儿またね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